我們邀請文化大學的這個王翔玉教授來進一步報門分析一下 最近在媒體上頭有很多的爭論 包含了柯主席是不是有毀約 好像說這個3%或6%到底應該要讓幾% 這樣子的一個爭論 我們請王教授來做個分析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學校如果要教民意調查或統計 往往是一個學期的課 我現在走5分鐘 那我就把複雜的話簡短去說 首先所謂的抽樣誤差正負3%是我的正負3% OK 不是我負你正 所以因此1.5%不存在 5.8%或6%也不存在 就是正負3% 好 這是結論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畢竟來講如果講的是正負3%的這個狀況 對不對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學者在討論 這個統計的這個抽樣誤差的問題 本身我是支持尤盈隆教授所說的3% 我也是同時支持費洪泰老師所說的 OK 所以因此我的得到的結論就是3比3 所以不論今天我們再重新的檢視 這9份民調或6份民調 我的結論還是一樣 剛剛觀眾其實講掉以後為什麼要剔除這個3個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這一個問題 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的分布是常態分布 那常態分布其實是一個完美的一種狀況 這個不是常態分布的標 這是我們今天用電話去抽樣得到一個結果 那我們會假設常態分布有在後面 那假設我們今天如果是有常態分布 這是完美的狀況 但是完美的狀況不存在 所以因此我們要進行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說像我們今天 假設我們今天母體 那我們今天藍色的線是我們的人口分布 但是我們這個橘色的線是今天我們有電話抽樣 這是我從一個民調的詳細的資料所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在20到29歲 差了將近3倍 所以換句話來講 你用純式化去做 那你今天要乘上3做一個加權 當你一做加權 你的抽樣物差就會變大 因為我剛剛講的說 我們的推論都是以完美的狀況去做的 OK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民調 是因為我們要用少數的樣本 推論到我們的母體 OK 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因為有推論就會有抽樣物差 那換到我們今天所做的這個抽樣 我們必須在完美的狀況下 必須是符合我的人口分布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並不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會需要有加權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 假設我們是針對四化的是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是純網路的 就是會變成 反而60歲以下的人就變少了 前面是有還蠻類似的 但是60歲就變少了 所以因此 單純的網路或端端的四化 就會有這個盲點的存在 好 那我們再看到 如果說今天我用混合式的方式 是不是就非常的接近了 好 所以因此如果說我們單純用四化 那就會變成我需要很大的一個加權 因為它並不符合我們的一個常態 常態的一種狀況 人口的分布 好 所以因此我們這是第一個 要回答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統計 我們推論什麼 如果我們全部用四化 我是推論到台灣有四化的750萬戶 有些人從來都不會收到電話 我要請問一下各位的媒體朋友 你們多久沒接四化了 好 那你們最近幾天有沒有接手機 有 好 當然我們不能說手機是完全是沒有一些錢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不討論 因為我們是要推論到母體 母體是所有的合格選民 而不是我今天的單純的只有四化的 好 那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在做推論 其實我們講到一個標準的常態分布 我們標準的一個常態分布 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一個中型的一種狀況 OK 所以因此就是說我們今天常態分布 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實際的狀況 我們常態分布可能有偏峰 有可能往左偏 有可能往右偏 有可能它比較瘦 有可能它比較尖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今天我們今天假設我們那個收入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偏峰 但是問題我們講說大樣本應該是標準常態分布啊 但是這個並不是真的真實存在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調整 例如我們在考學測 學校的成績 現在就是把它算成標準常態分布 OK 是這個情況的 好 因此我們今天這個講到一個常態分布 跟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用統計 來這個民意調查來推論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其實一個最大的爭點 三趴或幾趴其實是一個問題 更重要的東西 可能知道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是互比跟對比哪個合理 如果說我們今天單純用 科猴減猴科 那它今天一個均質化一個同質性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說我們百分之 至少六十到以上的人 可以接受 同時接受科猴也可以接受猴科 對不對 那大概我非猴科不投 或我非科猴不投的 大概大概就各百分之二十 十幾二十左右 所以我們要假設一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假設我支持猴科 我會不會變成科猴我跑去投賴消啊 不會 所以因此我們堅持的支持者 就是比這個可能最尾端的 各是十五趴左右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科猴減讓三趴 甚至你的三加三或你二點八加二點八 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你總共也不會差十趴 但是你要讓到三趴 那個不是百分之三喔 那個是很多的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討論到民眾黨這邊支持 是一個所謂的對比 所以我們要先減掉 賴消 然後用差異的差異去計算 所以因此剛剛就是我們觀眾所講的 民進黨在做總統初選的時候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民調其實講求是一個經驗 我們過去經驗怎麼做 我們進行這個調整 原因是重點是不會有完美的 標準常態分佈的產生 OK 好那我們今天講到說 究竟今天到底該用 正負三趴 還是他的正負三趴 加上我的正負三趴 把我的誤差範圍變成最大值 OK好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過去大家都聽過 各位媒體你們也都做過民調 政論節目有講到說 我們今天 賴喉 那個賴喉 柯 柯喉喇 出來選的時候 我們當今天兩個候選人 差距33%以內 我們是不是講到 就是他在 他在那個誤差範圍內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 我們做法是 我把我的分部給算出來的 95%的分部算出來以後 我只要 我們 我們在做統計的時候是 我再 用 下一次用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抽樣去做 他的 就是會在他的就是說 誤差範圍之內 我們比的是他做出來的 平均數 而不是兩個範圍去相比 所以 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今天 柯文哲的 誤差 就是說抽樣誤差 出來了以後 賴清德在他的誤差範圍之內 記得喔 這是平均值 不是範圍喔 這個就叫做 regional rejection 就是有顯著的差異 我們從來也不會 把他兩個的 範圍去做比較 OK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不能說完全是錯 但是問題這是有疑問的 我剛剛講到說 其實統計是很多的一個經驗法則 這個都是需要很多的實證去證明的 但是我剛剛 我做一個最後一個結論 如果說今天我們比的 不是這個 而是剛剛國民黨所提的 那我們過去十幾二十年 電視上面所做的的民調 所講的 全部打掉重練 為什麼呢 因為重點是 我們今天雖然是對比式的民調 但是我們的樣本 是相同的樣本 懂意思吧 我問柯侯 是同樣的人 我不是分開問啦 如果是相同的樣本 何來的抽樣物差 所以以此就是說 計算一次 然後再用他的這個 平均值出來去比較 是比較一個合理的一個方法 以上是我一些短暫的一個結論 謝謝大家